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豪 今天廣東風勢都比較微弱 同時天色都不錯 我們下午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就見到 廣東地區雲量都不算太多 所以下午我們在維港網出去都見到不錯的藍天 陽光都十分充沛 因為陽光充沛和風勢微弱的關係 今天下午的時候 各區最高的氣溫都升到幾高下 大部份地區都升到27度或者以上 而打姑娘更加上升到30度 正因為風勢微的關係 今天有陣市部份地區的能見度都會較低 好像中環一樣 今天有陣市的能見度都去到3000米左右 而我們預料今晚的風勢都會比較微弱 不過明天的時候就會轉出一些偏乾 和有組織的偏東風 所以今晚至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是大致天呈 但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 最低氣溫約19度 日間是乾燥和相當溫暖 最高氣溫上升到26度 風方面初時就吹微風 明天就會吹和換的偏東風 而至於之後的天氣是怎樣 我們看電腦預測圖 預料未來一兩天風勢都不大 日間都會很暖的 而在星期日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在我們北面有些有組織的雲塵 就和一道東北貴口風相關 我們預料這道東北貴口風 就會在星期日稍後的時候 就會抵達廣東沿岸地區 到時候北風就會增強 天氣就會涼了一點 所以我們的展望方面 在之後的一兩天 日間是相當溫暖的 星期日晚上的時候 北風就會增強 星期一二早上就會稍涼的 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就講到這裡了 祝你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